花蓮传出有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 昨天有二十多位住在雷响大地饭店的旅客 出现了上吐下泻症状 紧急到医院去挂急诊 而花蓮县卫生局已经到旅行团 曾经在外地用餐过的海鲜餐厅和该饭店采样送检 要厘清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又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意外 七号中午有二十多位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的游客 到花蓮门诺医院挂急诊 他们因为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在饭店人员协助下前往医院就医 大家都是半夜啊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 昨天半夜发生的事情 那现在才突然 因为早上起来大家每个人在讲 才知道这么多人 根据了解 这是来自台北市某电器公司的员工旅游团 全团大约六十人 三天两夜的行程 今天是第二天 团员前一天中午是在花蓮某家海鲜餐厅吃饭 晚上则是留在饭店用餐 之后就传出有人陆续感到不舒服 而卫生局也已经派员前往餐厅及饭店 做环境检体采样 等检体报告出来才知道原因 记者花蓮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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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